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10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 是 今天又是再發生 是香港的國安 針對著香港的反對派 再有新一輪的拘捕行動 現在 這個涉嫌 懷疑 是 拘捕名單 遠遠比大家當初 理解 和想像 範圍更加 廣闊 更加多的人 原本以為未必在拘捕範圍 但是現在 是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繼續上綱上線 香港這次 真的是地運用月 香港 2019年之後 這一劫 暫時也避不了 有段時間也無法動過 曾經也可能有人會覺得 會不會 稍為港共政府 放鬆一點點 讓 留在香港的人 叫做好過一些 就當沒事就算數 原本 可能也有人會這樣想 原本 可能 是這樣的狀態發展 但是 現在 是充分證明 其實這件事 是不可能 不單止 範圍 現在 是 到了 612基金 之前的成員 之前的職員 這個612基金 就是五個董事 即是五個基金信託人 早前 全部被捕 現在連這個612基金的前職員 包括葉寶林 還有卓佳佳 也被捕 這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現在 目前兩條頻道同樣地受到政治打壓 我們主頻道 以及後備頻道 也把我們的免費模式 停止 換句話說 又是一個狀態 是想把我們 趕絕 使得我們不能 營運 我們目前正在免費開放所有的節目 除了一小部分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需要把它放在Patreon當獨家 我們希望聽眾 第一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也把精彩的節目放在Patreon當獨家 也希望其他聽眾提亮 也希望大家繼續如常支持六部曲 做完應該要做的事 我們希望 這個後備頻道盡快恢復 然後嘗試集中 節目在後備頻道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廣播 我們當然最希望快點主頻道能夠恢復 然後繼續 主力 用免費模式繼續經營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好 大家說這個612 是人道基金 我們又要再說一次 為什麼說又要呢 因為其實已經說了 已經說了 一段很長的時間 到了近日 這個很大的爭議 有8個香港人被通緝 包括 是在搞香港議會的員工員 那麼 這個 焦點也開始 在討論這個香港議會的問題 即是到底 是否支持 如何搞 種種的問題 附帶 說香港議會 由於我們本台 兩位主持包括本人是籌委會的成員 所以我們也 不斷地 不斷地 再收到很多 質疑 很多的疑問 包括 我們已經一再澄清了很多次 關於612基金的問題 我們到了今天 還是 有很多人出來攻擊 本台 攻擊本人 說本人攻擊這個612基金 首先第一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們已經把當初 對這個612基金的評論 我們認為有偏頗的地方 我們把相關的影片刪除了 我們也是 就著我們一些 可能是 來自 一些不是太過可信的手足的口供 被他們誤導 所以我們是承認這件事 我們為那件事 已經作出了道歉 但是居然到了今天 你不支持香港議會 其實我真的覺得沒問題 坦白說 我不是太過認為 香港議會這個議題 是會受到全香港人支持的 因為本身 他一定是包含著一點 激進的元素 但是你為著 要去反對這件事 或者不支持這件事 你就是要 去把一件我們澄清了 已經超過10次 100次 以上的事 再去 攻擊我們 我們就著當日對612基金 我們就著當日對612基金 可能是一些 偏頗的評論 我們首先 相關的言論 收發 第二 如果 你說對他們造成傷害 我們也要跟他們道歉 也要附帶 再補充 在612基金遭受香港港共政府打壓之後 我們本台也都 是在 所有的香港媒體一片寒蟬效應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 不斷報導612基金相關人士 被拘捕 被政治打壓的訊息 在這種情況之下 到今天還有訊息傳出來 說我們是攻擊這個612基金 我覺得這些 這些 實實自信 而我們很不幸地 我們很不幸地 到今天 不斷看到 相關的訊息傳閱 對我們本人進行 人身攻擊 對袁弓儀進行人身攻擊 我在 昨天 跟錢志健先生做了一節 我們兩個是說起 2014年的雨傘運動 然後再說起 最近爭議 非常之多 又或者叫做 熱烈討論的香港議會 我們 稍後時間也將那個影片會再上載 當成是 其中一節的節目 我們 是 預了搞這件事 是會受到很大很大的攻擊 第一包括來自中國共產黨 第二 其他的攻擊 我們也預料了 是會有的 所以 籌委會 首先 籌委會 好像有四個是人物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 其他的籌委會成員 他們 我認為他們有權選擇 選擇繼續幫忙 但是 繼續用 隱藏身份的方式繼續工作 而願意 將身份擺出來的人是相當 相當 相當之有限 包括本人在內 是其中之一 我們絕對 其實根本從來都無意 要覺得這件事有甚麼重要 而且我們也一直 都是說 是公開 希望更加多 尤其是 是有知名度 是在香港 是爭取民主的民主派人士 就算你不是叫做加入籌委會 我們也邀請他們 旁聽的會議 結果是怎樣 大家其實應該都清楚 看到 當然我們盡最大努力 是繼續嘗試 跟可以溝通的人溝通 大家應該要記住 有一部分的人 你願意跟他溝通 你跟他解釋 他願意聆聽 但是 整個香港 始終有一些人 是無論你 解釋了100次 好像今節說的612基金一樣 解釋了100次 拿了100種證據出來 再說多20次 他 也是會繼續 說你 是沒有做過這些事 對於 根本無論你說甚麼 他也不聽的人 這個部分 不好意思 我認為 就算我們不是籌委會的成員 其他的籌委 去搞一個 政治運動 你也不會 覺得 可以說服到一些 無論你跟他說甚麼 拿任何論據和證據出來 他也不接受的人 換了其他人也是一樣 所以 剛好這節說612基金再受打壓 我們是報導了其中一個 為他們發聲得最多 當香港的媒體 是全部 是差不多收藏 的時候 一片寒蟬 全部人不敢報導 我們還 繼續幫他發聲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你再 繼續 繼續 去謀陷我們 坦白說 其實我們也 覺得我們 雖然在搞一件事 好像跟公眾有關 但是我真的不覺得 為甚麼 唯獨 要我們這幾個人 我們這些有知名度的人 要我們全部 承受了這個不公義 希望大家 真的要去 睜大眼 有時要看清楚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想聽眾覺得很氣憤 所以我就覺得甚麼人都不相信 是想大家始終不要忘記 就算 你在搞那件事 你覺得有多正確 始終這件事跟政治有關 政治 就是有很多 是基於各種的原因 是有政治的鬥爭 政治的角力在裏面 所以我真的是 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覺得這件事 你贊成 你支持他 你不要忽略了 不要忘記了 政治的根本 政治的根本 就是你覺得你做了一件 對的事 一樣永遠有反對派 如果你今天 你相信 跟某些人物有關 他們 有問題 首先 你相信這些說話 你不去嘗試 去verify 你這樣 其實相當之不公平 第二 我告訴你 換了其他人 其他人 就一樣受到攻擊 所以我也 不想再重複了 因為我昨天也用了很長時間 在前置建做的節目裏面 也有再詳細論述這件事 我們 今節 當然其實我們認識 是 兩個 被拘捕的知名人士 我們認識其中一個 不過是很多年之前 最後還要補充多一點 雖然我們現在 絕對是會支持 被政治打壓和政治迫害的人 我真的一定要補充多一點 就是 我們也不可以 跟 所有人說 我們爭取大公義 可以犧牲小公義 這個說法 是不能接受 因為這種做法 跟中國共產黨說的一模一樣 這種邏輯 不能接受 所以 即使 這個612基金做了很多好事 幫了很多 被捕人 但是我們確實 確實是收到 很多求助 的個案 所以如果你說 我成立 一個組織的目的是在幫助人 當中等於 絕對100% 不接受任何的批評的話 這件事 不好意思 我認為 是違反原則 由於事隔實在太久了 即是由這個612基金 結束 營運 現在可能再去提及 當時那些 淋淋嬸嬸 種種的案件 現在這一刻 也沒有甚麼作用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要做了